再來看到新的國務部長 電影邀 今天頭一次去立法院比順 前對總統的主席電影 演說當中說到希望 中華可以開學交流 開放中國的學生來臺灣 電影邀表示 相信每年七月 就能實施 但是國民黨的立委是 這次 國務部的協議 報告裡面是完全沒有 寫到相關的主信 所以對這件事表示疑問 新的國中間萬一禮拜 新的國務部長電影邀 這次第一次到立法院比心 表示心情是這麼奇妙 我心情 我想 當然這是一種 非常奇妙的一個 我們都一直期待 臺灣的教育會越來越好 總統六千點五一項就在演講 主黨說到希望中國開放 學衛生來臺灣電影邀正式 相信每年七月就可以賺了 不過國民黨立委這期 國務部 整篇三十個月 進入報告裡面 完全沒有說到大力聲 尤其兩話 中間對會交流的 可能性都還不確定 中間是一頭無悔 怎麼會成立每年就已經下來了 沒有放在裡面 原因是什麼 是不確定 沒有信心達成 還是有難言之意 我的疏忽 那我們會來深切內部 我們會檢討 國務要開動 執行庫庫庫公營修的前提作業 沒有拜託將社會學習 和AI進行地匯運用 立在庫庫庫裡面 不過民進黨體會還比較關心 國學地上的國中秀老師 行政減量問題一直都沒有解決 希望成果重點 能立即解決方向 我們到底該怎麼做到行政減量這件事情 甚至到最近都還有投書 現場老師對於行政減量 是非常非常非常無感的 我們希望中小學老師 跟主要他們應該回到教學的一個專業裡邊 另外 昂明卡亞提問 現在核心力頂東漢就親像軍備競賽 市民商信支開價一十萬 但行業生前要還有一些業務 也沒有情緒 雖然更了解 行路會在三國未來 占對核心力頂東漢制度 提出檢討報告 記者綜合報道